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这边 就是来邀请到了台湾全人关怀照护服务协会的林英明秘书长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呢来分享 台湾全人关怀照护服务协会很多很多的活动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会持续的来跟踪报道来介绍 那么这一次呢在11月底的时候 高雄展览馆有一个亚洲乐林智慧生活展 那么这一次呢也将会来举办非常精彩的师智长辈画展 那在这边我们就是先请台湾全人关怀照护服务协会的林英明秘书长呢 也跟听众朋友来问候一下 是芷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芷琳是我们的公益好伙伴 经常在做公益推播 很感谢您也更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是那我们呢在这边就是长期也跟着我们台湾全人关怀照护服务协会 有在关心这样的一个师智服务跟议题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像我们之前有报道过说呢 今年有办这个10月9号是20对师智长辈在拍婚纱 还有摄影展啊创意婚礼啊等等这一些整个的活动 其实呢是他不是只有一天的活动 他其实是有好几天这样子拍摄啊 典礼等等的一个展览 那非常的温馨 即使影片也吸引长辈跟家属每天都会来看啊来回味 那现在呢来请问一下01名秘书长 就是协会怎么会说想要举办这类型的活动 还有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是的 我们台湾全人关怀照护服务协会 从104年就开始投入师智服务 那随着每一年每一年的一个宣传 我们都觉得民众进步了 加上啊现在有很多韩剧啦电影啦 很多知名的电影啊都会介绍失智症 所以目前民众对于失智症的认识都有更进一步 那反而这个认识呢会带来很多的惶恐 所以我们对于每一年的一个宣传的主轴 都会因应这个社会民众对于失智症的认识 而有所调整 所以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强调所谓的失智友善照护 因为我们以前经常听到失智长辈被关在家里面 以免他到外面会爬爬灶会迷路 发生了危险 我们也听到很多照顾的过程当中 真的非常辛苦的一面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活动也让民众们都知道 那个失智并不等于失能 所以我们提倡失智友善照护 我们希望失智友善的照护呢能让我们的失智者的生活更加明亮 所以我们除了为失智长者再拍婚纱 再享受一次幸福 那我们同时呢今年要再举办一场失智长辈的画展 希望大家也更清楚的认识说 原来失智长辈他们的人力没有完全退化 他们的绘画作品还是非常有艺术感 值得大家去关注 是好那么这一场画展在这边呢 其实就是协会好像之前就是会办一些这个画画班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 哎长辈他们在学画画的过程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林一名秘书长 就是失智长辈他办画展 让大家觉得很不一样 可是大家对于失智的这个印象就觉得说 他可能功能都退化啦 语言表达都有困难 常常会迷路哦 那你让他画画真的是可以吗 哦是的 芷琳这个题目真的非常的深入 目前啊 医学实证上面 很推崇将绘画艺术治疗 导入失智的一个照顾当中 也就是说在绘画训练手部的动作 然后以及对于那个颜色的认知 以及这个创作等等 对于缓和失智非常有帮助 那事实上要操作很不容易啊 就如同那个芷琳所说的 那长辈们已经很高宁了 他手部的动作的操控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好 所以虽然我们在106年就成立据典 可是呢我们也一直没有推会画治疗课程 一直到109年就是去年 我们很幸运的那个邀请到郑立文老师 他是一个国小美术老师退休 那退休之后自己又开一个绘画工作室 他有非常丰富的一个小朋友 或者是社区长者一个绘画的教学经验 然后呢我们邀请他来 一样啊 所有的长辈也必须要从画直线先把它画好 再来画圆圈先把它画好 然后再来慢慢上色版画好 所以我们现在画面上也有我们长辈们做图的画面 都是要一步一步一步来 结果在去年就是109年到5月的时候 我们发觉哇长辈竟然可以画出 我手上拿的这幅画的一个创作来 这是南瓜对不对 这个南瓜 然后他用点描画画也好 或者是那个圆圈圈的组合也好 他组合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创作 然后这个创作呢 已经到达就是一定有一个艺术水准 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经验 我也为之振奋 原来绘画艺术治疗对于四字长者这么有帮助 所以呢我就告诉我们的长者说 好你们画都画得这么好 所以呢我要帮你们开画展 那再 我帮你们开画展 对对帮你们开画展 然后呢长辈因为我们要帮他开画展 而更加投入更加认真 更加投入更加认真 所以没有错我们的印象中 包括我 我都认为长辈可能画画就是涂鸦吧 画画就是涂鸦吧 可是呢后来发现 哦原来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艺术魂 都有一个丰富炫烂的一个想象力 那只要加以引导循序渐进来做 就可以引导出长辈画出很亮丽的画来 嗯是我想其实很多朋友哦 大概也都跟我一样就是呃曾经也许都会画画过 但是呢一段时间或者说从来都没有画画 然后突然之间叫你要画 你就想说我不会画画 好很多长辈应该上课的时候都会这样跟你讲说 他不会画画 对 你真的是太内行了 结果都画得很棒这样子 对其实长辈都会抗拒 其实子玲跟我一样 呃我们有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小时候呢最不喜欢上的课就是美术课 为什么呢 因为老师就讲解讲解完之后 然后都要靠自己的创作 所以我们大家都不喜欢 而且哦还要带水彩笔啊 呃那个那个水彩啦 还要调颜色啦 然后还要清洗啊 所以哦绘画课大概是我们小那个小朋友的历程当中 我都觉得很麻烦的一堂课 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去哦 长辈就跟我讲说啊 我不会画我不会画我不会画我白了 我说哎那个阿姨你说你不要 可是你都画得这么漂亮 我觉得在于鼓励跟成就感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都要有成就感 包括我个人的英名 我也不喜欢画画 一直到曾经在国小有一幅画呢 得了全校第三名之后 我从此之后自信满满 就想要好好画 虽然后来还是没有画啦 可是你看我国小那个得第三名那个讲座 我到现在还沾沾自喜 还偶尔还提出来 所以我们的长辈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在学习一样东西 假如你给他适度的一个成就感 他会更有动力去学习这样东西 我觉得很重要 是好那我们呢 在影片当中也看到说 很多我们在画画班当中 这些长辈他们在学习怎么去画画 那其实他们现在画的很厉害 就是有一些作品都是老师都很称赞 而且他可能算是说很有艺术价值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苹果 你看这个苹果的一个光影 他已经可以显示出他的光影来了 非常不简单 也许我到目前我的绘画能力 还没有办法对光影做适度的处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老师非常重要 老师也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长辈的学习能力 以及手部操控能力都没有那么快 可是一个老师如何用一步一步一步的引领 用一步一步的引领来协助长辈做创作 我觉得老师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我个人非常佩服郑立文老师 所以我也邀请他说 老师那个我们的长辈们 画的作品真的很让人惊艳 很不一样 那你是如何教的 你要不要来做个画册 然后这个画册里面有长辈的作品 然后也有你指导跟长辈互动的历程 结果我们郑立文老师 他完全不长辈 说他愿意试试 所以他现在 我们在目前在露营的同时 他应该在家里面 很认真的在编画册 所以有画展 然后也有画册 是 因为我总觉得 只有展出 大家看过 可能就觉得 好漂亮 好惊艳 颜色非常丰富 可是我们希望坐画车之后 变成是工具书 让每一个据点都可以用 让甚至是家属照顾者 你有这个画车之后 你也可以依照这个画车 来指导家中的长辈 来做创作 好那刚刚这一张 你还没有解说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绘画风呢 哦是是是 这个一看就是一个知道 一看就知道是 延年益寿的一个 一个神规 对对对对对 长寿的乌龟 对然后乌龟 它的甲壳就是 由一块一块来组成 然后它用这个一块一块 变成不一样颜色的一个组合 那从这一支 那个什么 应该是说炫彩的一个乌龟图腾 我们可以看到长辈的配色 很放荡不拘 然后在放荡不拘之中 又有一些条理 所以我我经常 因为这个样子 我会拿这些图 去跟我们那个神经内科的医师 陈乃金医师 以及其他的那个 精神科医师来讨论 说 哦是不是我们脑部虽然退化了 虽然认知功能退化了 可是我们对于色彩 对于这个 艺术创作的这一部分 是最晚退化的 他们跟我讲说 确实有这个讲法 是确实有这个讲法 好那这个是拼贴吧 对对这是最早期的作品 因为对为什么呢 因为初期他们手部的操控能力 还没有那么细微动作 还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用剪贴贴上去 剪贴贴上去 比上色彩 比用水彩笔 控制这个笔触 还简单一些 是对 这应该是类似像那个 墨内那种画法 对对对 所以有点像点苗画风 他们就是用点的 用点的 然后你看在点当中 不太强调那个轮廓 然后用颜色跟漸层 来凸显这个轮廓跟颜色 中间那个水果 现在看起来垂涎液滴 栩栩如生 然后这个一样 对不对 这应该是试质点苗画好的一个方式 是是 然后我们在教长辈的过程 我们也会结合节庆 那所以里面有一些试质啦 有些橘子啦 有些苹果啦 我们大概就是在今年年初过年前的一个创作 为什么因为过年到啦 大吉大利 然后四肢啊 那个发大财 然后求平安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 那个我们老师安排的很好 都有一些季节性的一个创作 所以我觉得老师的经验很值得推丑跟分享给大家 嗯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长辈的画作 这个好像也蛮高段的吧 这蛮有技术性的 其实这个已经到抽象画的一个感觉了 就是两个人 然后那个下雨天 拿了伞在街头上玩耍 嘿嘿嘿嘿 对的一个背影 对对对 然后这张图我特别提供了很多张 跟子玲分享 你可以往下看 对 每一张的感觉都不一样 这一张比较接近原图 这都是同样的作者吗 不同的作者 我们这里面 呃这里面所呈现的图 大概有15位长辈 你看这个 跟这两张有很明显的区别 那这一张就是中规中矩的原来的颜色 嘿中规中矩的原来的颜色 所以这次老师他提供一个类似像这样两个背影 对 对有图 可能是下雨的一个状况 对对对 长辈自由发挥自由着色的状况 对对对对 很多不同 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 一个感觉 所以你看 这这三张图完全不同风格 完全不同风格 那这一张已经属于抽象 抽象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 可是呢 他抽象中又可以让你去辨识出他想要表达的内容 所以我说我们的长辈在用色方面真的是大胆而奔放 大胆的东方 真的 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画展哦 这样子呢就可以看到说长辈他们很多好这样的一个漂亮的艺术创作 这个算是已经很这个技术性也蛮高的对不对 嗯这个已经很纯熟了 我们这位秀琳姐她就在我们据典里面学画已经学一年半了那这一年半了刚好前一阵子有两个月因为二级防疫期间然后所以呢就改用视讯课程那视讯课程他反而更有时间去私底下跟老师讨教那老师就用视讯来指导他哇他画的这个 竹笼真的非常的细致真的非常细致因为那时候时间比较多不像我们刚才完成的画作都是在课堂上那课堂上呢有时候比较赶我每天啊上课只有两个小时还要在家运动还有一些进度要教那因为这个是在防疫期间画的我觉得这个长者呢他就是慢慢修慢慢画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张的时候都比较多 由补衷的佩服这一张假如说我们年轻人要来学这个树鸟要画到这个境界恐怕也要花一段时间才有办法当成可是我们长者竟然一辈子都没有学过画连小学都没有上过甚至不适致他们能够画出这样的水准让我们佩服所以也在再次让我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办这一次的 彩绘师资友善的一个师资长辈画展就是我们要去凸显这个绘画艺术治疗对于缓和师资的一个成效 然后我们也等于是一个提供一个实力提供一个范例然后给大家做参考 是 好那欢迎大家11月26号到28号可以到高雄展览馆亚洲乐林智慧生活展来参观台湾全人关怀照护服务协会举办的师资长辈画展 那我想问一下说这三天除了说静态的展出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活动的一些演出 是感谢芷琳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我们想把我们的近期的服务主轴定名为叫彩绘师资友善舞动引法浪漫 师资长者我们要服务我们用绘画艺术治疗来缓和他们的师资状况 那健康长者我们同时也要透过一些活动来引导他们预防师资跟师资 所以我们今年叫做彩绘师资友善舞动引法浪漫 那舞动引法浪漫呢运动呢舞蹈啦都是最佳的活跃老化预防退化 然后预防师资最佳的方法 所以呢我们1月26号高雄展览馆亚洲热林智慧生活展 10点钟就有一个开幕仪式 那10点到10点半我们特别聘请到幸福蝴蝶老师来带领现场的朋友做健康操 所以大家一起来参加亚洲热林生活展也可以做运动 也可以做运动哦是那同时呢我们也推展一个课程叫做乌克利利 那乌克利利呢左手要按右手要弹 嘴巴要唱身体要律动也是最好的预防师能跟师资的一个好工具 所以我们在开幕式的最后11点半我们有进行20分钟的弹唱 同时呢在第三天在第三天早上10点半我们那个更举办了爱与师资共舞 我们邀请100位的朋友一起来共舞然后那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台上呢有各个舞团的老师教大家 带领大家跳舞那一个小时呢一定非常的精彩 除了精彩可以学到很多的舞蹈之外呢也实质上运动到 那除此之外呢那个子黎也知道我们拍了很多宣传的影片 那总觉得呢不够怎么宣传都不够 所以呢我们邀请到那个那个一群那个歌仔戏的好朋友一起编了一出剧 叫师资正德曼莎姆萨萨 要准备在那个11月28号礼拜天的11点半就在那个舞台做演出 然后我们透过那个歌仔戏唱给你听让你认识师资正 因为师资正平良心讲那个很多人对他真的补萨萨 到底记忆力退化就是等于师资正吗或者是我忘了一些事 我就是师资正呢 那真的一些那个什么那个先起的真后 所以我们希望用唱的唱给大家听 期待唱得很清楚啊 所以我们一共等于是有市场的舞台表演活动 看画展还有市场的舞台表演活动 邀请11月26到28 大家一起到高雄展览馆一起来投乐 是的好那接下来就是除了这个画展之外 刚刚有提到说会把长辈他们呢 两年来作品编映成画册 这个是画册的封面 画心解忆 对这方面是不是请林一鸣秘书长呢 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画册 是那刚才特别讲说郑立文老师 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同时呢我觉得这个艺术绘画治疗 在我们中山新城的四次社区服务据点 有真的有一个实证性的一个效果 那所以呢我们把我们的经验 以长辈的画作编映成画册 然后呢里面呢 还有我们郑立文老师会分享 他这幅画是如何教的 跟长辈互动 他们做了哪些回馈 那所以呢这一本画册是一个工具书 我们希望能够印五百本的一个画册 为工具书 然后分享给各个单位 以及有家中有四次长者的家庭 来索取 然后呢你们在家里面 就可以引导长辈 那个依照我们目前所画的 依照那个郑立文老师的教学步骤 来引导长辈来绘画 很有帮助哦 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可以训练手部的动作 可以训练注意力 而且让自己的心情更加稳定 所以是一本更好的工具书 那目前我有遇到 也有遇到一些困难 因为要印这些画册 要举办这四场活动 对真的需要一些 进费的赞助一助 那也很感谢目前有 高雄市爱意识字会 我们黄柏林议员 还有我们那个韩文静医师 等等的赞助 可是距离我们的 那个所需的经费 还有一段目标 那期待我们各单位 一起来赞助合办 或者个人的小额赞助捐赠 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 也期待大家 有你们的赞助 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是的 好那这边也要特别 请您一名秘书长 告诉大家 举办这么多多元的 公益活动 然后呢 现在需要大家 一起来帮忙 包括说呢 政府也有一些补助 然后其实不够 那希望说大家呢 可以更多的参与 并且在经费上面 一起来协助 那相关的讯息的话 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来了解跟联系呢 是 那个 我觉得因为我们 从104年来 一直很努力的办活动 所以你只要在网路上面搜寻 台湾全人关怀照护服务协会 就很容易找到我们的联络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项目 或者是你有在使用脸书的朋友 直接在脸书上搜寻 台湾全人关怀照护服务协会 就可以找到我们 然后一起来参与 那也可以来跟我们索取 我们未来编译好的话册 那我们也提供一些咨询服务 经常有朋友 从网路上面就找到我们协会的电话 0980-980-188 就联络到我们 然后来查询 我家中有私人的长辈了 目前应该怎么照顾 我家中有私人的长辈了 如何申请 那个长照2.0-1966的服务 然后我们也都提供 很完整的一个咨询 我们这个协会很可爱 我们就是以服务为宗旨 能够服务大家 就是我们最快乐的事 是的 好 那今天呢 在这边我们来邀请到的是 台湾全人关怀照护服务协会的 林一敏秘书长 来介绍呢 11月26到28号 在这个高雄展览馆 举办亚洲乐林智慧生活展 那么我们的协会呢 也有举办师智长辈化展 那欢迎大家 可以上网来搜寻 像我们台湾全人关怀照护服务协会的 这个脸书的粉专 那或者是说可以直接打电话呢 来跟协会做进一步的联系跟了解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今天就要谢谢林一敏秘书长 谢谢 谢谢梓林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大家 11月26号到28号 高雄展览馆见 好 拜拜